Hello 大家好,我是平民遊戲的阿雪 前陣子很多朋友都會煩惱,有什麼遊戲玩 大約九月份之後,相信這個問題就可以漸漸解決 因為九月頭就有兩款遊戲推出 分別是大熱門Destiny 2和動作遊戲NARF 2 今集的復遊戲主角就是NARF 2 到底NARF 2值不值得買呢? 立即開始今天的復遊戲 NARF 2並不是一種受大眾期待的遊戲 原因是因為前陣子NARF推出之後 大部分的西方遊戲媒體都給予很低分距 當時NARF是屬於PS4推出時的護航作品 但由於它的內容實在不足其他次世代遊戲那麼豐富 因此NARF就被人比下去了 但這樣的評價真是公平嗎? 接下來我將會用五點講解我對本作的看法 首先第一點,由於本作不是一些出名的大作 我就首先介紹一下本作的玩法 本作是一隻performing beat them up game 遊戲中你需要操作主角NARF去進行遊戲 關卡中除了需要打敗你的敵人之外 還會考你performing的技術 靠跳躍技術穿過各種地形和陷阱 主角NARF有特殊的能力就是藉著增加身上的神器去改變他的體型 簡單來說,在遊戲中你的主角會越打越大隻 他到後期的劇情中更加可以化身為十米高的巨人 非常有趣 而本作更加很罕見地在PS4上標榜可以單機雙打的遊戲 接下來就是第二點,雙人遊玩的部分 首先不要說雙人闖關的遊戲在PS4上賣少見少 更何況本作在這方面可以說是落足心機 譬如說雙打的時候除了多一個PR2一起戰鬥之外 兩位玩家還可以使用各種合作技 譬如說你用重拳將另一個玩家好像子彈地打出去 用白裂拳將同半身體好像散彈地射出去 一開始可能會覺得這些技能很難活用 但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多打幾關 默契出來之後就會變得很實用 第三點想說就是他的戰鬥 本作的操作很簡單,但同時又不代表他完全沒有技術 跟只可以出拳頭的前作不一樣 今集這刻學會了幾招新的格鬥技 還新了反彈飛道具等操作令他戰鬥時趣味大增 而本作戰鬥時的打擊感也很優秀 如果還可以和朋友一起單機雙人 就直接快地倍增 但也由於操作簡單 就連平時不玩遊戲的朋友都可以輕易上手 很適合跟女生一起玩 第四點就是本作的收集元素 本作的收集元素不算豐富,但很實用 收集元素可以組合成實用的裝備 令到收集道具充滿獎勵性 但道具的收集很難在一次遊戲流程中完成 而由於本作的線性關卡設計 令到很難有動力去打第二次 可惜那些很棒的收集物 第五點想說就是對本作有點不滿 本作的故事跟前作一樣,實在很普通 幸好他不會逼你看太多劇情 所以就可以無事 本作的音樂沒辦法令人印象深刻 但同時的音樂也沒什麼問題 雖然他有一個技能樹系統 但由於點完一個技能路線 才可以點下一個技能路線 所以技能樹實在有點雞勒 而關卡的風格和設計 跟前作也有點類同 雖然就不至於Copy and Paste 但也稱不上有新意 最後就是很多有趣的玩法 都沒辦法在單人遊玩之下體驗到 本作Nact2以五星為最伏 他只有一星,好運沒什麼伏 Nact2的好玩之處在於他回歸遊戲的本質 他沒有勁爆的畫質 他沒有壯麗的open world 他沒有封面的雷雷 也沒有高深的哲學 他單純會令你覺得很好玩 如果你不討厭那些platforming game 在平台之間跑跑跳跳 又喜歡和我一起打闖關遊戲 那我就很推薦你入手 不過由於本作的關卡為線性設計 又沒什麼鼓勵大家玩二周目的要素 除非很想留來做party game 或者留念 不然就可以買回來 爆機一次就賣掉他 或者玩著Destiny 2等遊戲的二手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今次的復gamping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like and share 如果想看多些復gamping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 那我們就在下一次再見 拜拜